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手去做就对了 轻轻一股一股手臭的 对不对 臭臭 独树一格的堆砌技法 冯昆岩的作品如玉斑温润 也能展现异材质的质感 像这个也是砌砌 做成这种粗糙的一个 故意要让粗跟稀来做一个对比 一个阴阳的对比 那中间这一道也是砌 但是就是用砌上去以后 再附着那个金箔 创作不知数 彭坤燕把稀玩得很透彻 所以在排外心态浓厚的日本 首度以外国人身份 拿到七宫协会会长大赏的殊荣 约上公益的最高殿堂 将传统七役撞击出新的想法 不但丰富了七的生命 有时还能做文化外交 那我是跟日本人他们一起到西班牙掌 那这件起名叫冯来之孙 就是让西班牙回想说 他当年有到台湾来 每件作品都在说着独一无二的故事 复制是彭坤燕绝不碰触的境地 在一项专业领域当中 要能够讲究突破 成千起后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黄老师说 其实中国七千年的七役历史当中 最早的堆漆 它是在漆堆叠成一些花样 非常小心 但是他把它扩大化 变成了这一些大型的作品 最后呈现出来的的的确确 非常让人惊叹 无法上带到 七役历史当中 最早的 无法上带到 七役历史当中 最早的